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好 這個美股的好時光 是不是結束了 我聽到既然這個 投資大師羅傑斯講 現在美股漲太多了 這個好時光要結束了 包括富國銀行小摩 既然也站出來市井 讓人有些擔心 但是通通不是已經降溫了嗎 明年不是有機會降息嗎 可是在我們看到 加州現在膠囊公寓 我看那個膠囊公寓 很小的一個空間 可一個月好幾萬 既然持續的受到歡迎 所以是不是反映整個物價 還是相當相當的硬 所以現在投資的一個方向 大家開始在講的是什麼 投資公司債可能比股票更好 尤其是蘋果的債券 既然這段時間的報酬率 超過15%比股票還猛 所以是不是要往這個方向來移動 另外我們特別關注到 中國最近的一個狀況 不管是經濟也好 疫情的狀況也好 都不理想 尤其是貸款的黑名單 我一看到這個數字也嚇一跳 既然增加到854萬人 對中國後續經濟的影響 會不會越來越嚴重 當然選對戰隊很重要 台股持續的一個往上邁進 所以未來要怎麼去操作 有沒有適合的這個股票 我們今天也要一起來討論 當然先歡迎一下 今天我們參與討論的嘉賓 金週刊副總主筆段施傑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陳薇良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永明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王應亮 大家好 好 那一開始的部分 我想要先請這個 威良來討論一下 這真的好時光結束了嗎 難道我們要叫他good old day嗎 因為現在股市還在漲 可是這個邏輯師說真的 也是我們這一代 這個崇拜的一個大師 他出來講話 我是真的覺得要注意一下 但是他的邏輯是什麼 還有包括富國銀行跟小摩 也在市井 可是最近股市很強 好 那羅傑斯提醒說 美國從201年以來 展開這一波史上最長的牛市 然後很可能 已經準備要結束了 我想從幾個角度來看 其實講到羅傑斯 大家應該知道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稱號 什麼 商品大師 商品大師 他一錄很多農產品 其實他還有一個封號 這個叫做 華爾街的中國好聲音 他 我記得他把他女兒 也帶到新加坡 然後學中文 對 說了流利的中文 其實他個人其實非常看好中國 過去多年來一直都是如此 而且他甚至也重壓了中國 相關的股票 他說他打算把這些股票 就是留給他的子孫 那他的子孫以後會萬壇 子孫會說 爸爸你當年怎麼沒有買 Apple或微軟 有優惠嗎 沒辦法優惠 其實講到中國好聲音 就表示說他其實這些年來 他一直都看好 說中國的經濟跟股市 會蓬勃往上 但是他一直認為 美國股市會迎來熊市 但是這麼說法 不是只有發生在2023年的現在 是過去幾年 他一直都是這麼看的 OK 所以他一直維持看空美股 對 所以我覺得 他說美國的美股好時光要結束 是不是真的我不確定 不過我確定 因為羅傑斯投資在入股為主 所以他的苦日子應該還沒結束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好時光是不是結束不知道 但是他的苦日子還沒結束 可是如果只有他講 可能我們也就聽一聽 因為你剛才講他長期看空 聊聊就好了 可是問題是連富國連小謀 都這樣提出警示 好 那我們就要 這個就要慎重一點來看看 這個外商銀行 投資銀行 為什麼也提醒 這個美股可能會有一些修正 或回檔的壓力 那富國銀行是認為 因為消費者的支出浩劫 另外FED可能不會在明年太快降息 現在這一波的行情 有人認為是因為 因為升息到頂以後 已經要準備迎接降息 要降息 對 快則 最近1月降息的機率都破淡 對 最快也許明年年初 或者說3月 5月的機率 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分兩個層面來看 因為消費者支出 這的確很重要 因為美國的經濟要強 一定要靠消費 消費 這個消費就是驅動這一波 美國經濟跟股市任性的源頭 沒錯 那現在來看其實從疫情的期間 因為美國政府的紓困 讓整個家庭的儲蓄大量的暴增 對 暴增到現在 大家解封之後 一直在花錢一直在消費 結果這個消費 導致他們的家戶的累積儲蓄 其實已經大概減少了9成以上了 減少9成 對 就是說以前存的底 現在都快要用光了 對 所以這個消費動能 是不是真的能夠延續 的確我覺得很重要 對 但是如果講說 這個不會太快降息 可能會讓股市會有壓力 我覺得這個倒不用太過於擔心 因為其實根據歷史的 太多次的經驗 投資美股真正最甜蜜的時期 是在升息結束到降息之前 這一段時間 再說一次 你說 升息結束到降息之前 那這一段時間越長越好 對 所以如果它10年都不要降息 那美股是不是要漲10年 好像有點Over 但是就是說反而不見得 不會太快降息是一件壞消息 因為降息就幾乎等於連準 會告訴全世界 美國經濟在衰退的路上 對 所以我想這個 不要太快降息反而好 你這個觀點很有趣 有一種朦朧投資的空間 我喜歡朦朧 對 那至於摩根大通認為 2024年底這個標普500指數 可能會得到4200點 比現在的位階還要再低一些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美股的估值也就是本益比 是過高的 還有就是考量地緣政治風險 那我先講估值的部分 本益比是怎麼算的 股價除以預估獲利 對 那我特別去看了一下 因為摩根大通認為 明年美國企業平均的獲利 成長率只有2%到3% 非常低速的成長 對 可是大家知道 其實綜合整個華爾街多數的 投行看法 明年美國企業的獲利 應該能夠達到2位數 就10%以上的年增率 所以其實顯然就是 摩根大通本身的看法 是比較悲觀一點 那我覺得其實 當然各家機構 他有他的財務模型 你可以參考 你可以尊重 可是畢竟對於 投資人在收集資訊的時候 因為你會拿捏不到方向的時候 我覺得取共識 所以我們常常為什麼會去講 所謂的華爾街共識 法人共識 多數機構比較接近的看法 我覺得那個參考值會比較大 參考值會比較好 對 再來就是說 其實即便美股可能 在未來的中長期 可能一段時間 至少降息之前 都還能夠維持不錯的榮景 可是也不是說 叫大家這個時候要all in OK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時間 我們剛度過了歷史上 統計來看 比較容易回檔 就9月跟10月 9月跟10月 然後11月12月應該是不錯的 對 舉例來講 1945年以來 其實12月這個月份 是標普500指數 在一年當中 上漲機率最高的月份 12月 對 另外來講的話 它的平均漲幅也是滿高的 還不錯 可以達到1.54% 但是12月其實要注意 可能越接近越底 也就年底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有結帳跟結稅的賣壓 因為我們知道 接近耶誕節的時候 很多華爾街的操盤手 他要去迎接這個耶誕節慶了 一年一度最長的假期要來 真的是這樣 他們都年底都找不到了 那你看如果說 從這個10月的回檔之後 11月彈上來 12月假如再漲一段 大家口袋都滿滿的 這時候年終獎金 就可以實現獲利了 對 另外來講的話 結稅 因為其實美國股市 當它如果產生 這個資本利損的時候 就你股票賠錢 本來是為實現的帳面損失 你把它賣掉 實現變成是資本利損失 這個損失是可以抵稅的 所以有很多有錢人 他專門就把帳面上 賠錢過來先賣一下 就把它給賣了 賣掉之後 他等到跨完年1月 再把它買回來 再買回來繼續賠 對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 圓月效應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所謂的結稅賣壓 這個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賣股票 獲利 虧損 這個沒有什麼差別 對 我們的價差部分 是不納入課稅的 所以其實如果說 12月初 12月中 美國股市續強化 我覺得接近中下旬的時候 要的確留意一下 結帳跟結稅的壓力 結稅的賣壓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美國 在消費的行為上面 出現一個名詞叫做 末日狂刷 末日狂刷 這叫Doom Spending 就是說 今天是最後一天 對 大家對未來 其實想法非常非常悲觀 對 有點像是 我對經濟的展望不確定 然後再加上 現在如果房子這麼貴 那你可能也無力存錢 去買房子 然後可能教育金也很高 可能也沒辦法 讓子女生造等等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 中產階級就覺得 這個今日有酒 今日醉 對 那我乾脆就是 不要存錢了 把錢就是花 用力的花 不要去想明天了 這很像之前一部電影 他們要到外太空去救地球 結果他就狂借錢 他想說反正他也回不來 對 所以最後一刻 他們要加他回來之後 他就哭了 對 這種消費的動能 表面上強或短時間強 可是其實他骨子裡 不是那麼健康的結構 有點像是一種無力感 我對未來無法掌握 我乾脆就是徹底的享受今天 對 我們講到這種無力感 我們知道像亞洲一些國家 譬如說香港或日本 因為人多 然後地價貴 房價飆漲之後 他們只能擠在那種 所謂的小房子 鍋居 但現在看到在美國大城市 也出現這種膠囊公寓 因為窩居聽起來就很鳥 但是膠囊公寓 不錯 公寓 至少是公寓 你聽聽看你想不想住在裡面 這個其實只有簡單的 木頭跟鋼架來組成的 其實這裡面就是放一個 大概120公分高的單人床 所以你看像你的身高這麼挺拔 你進去還要彎著腰 縮著身體進去 你只能窩在這個地方 其實也沒有什麼個人的空間 萬一晚上突然 不是翻身打呼怎麼辦 會影響到旁邊 因為的確每一床 每一床都是非常貼近 其實也沒有什麼飲食 雖然它有一個簡單的拉連 會不會有安全上面的疑慮 這難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會去住這樣真的是逼不得已 因為現在美國大城市 像洛杉磯舊金山 房價真的是漲到連 不要說中產階級 連科技富豪 科技新貴 他們都是忘之卻步了 因為只好買不起房子 來租房子 可是並不便宜 住一個晚上要多少錢 多少錢 500到900美金 相當差不多平均 一個月 一個月就要兩萬塊左右 你只能住這樣房子 我們覺得說 台北房價貴 居大不易 其實住這種房子 那更是 其實這個生活品質完全沒有 不過有人就安慰自己 至少你的左鄰右舍 都是一些科技業的精英 或許還能夠在這邊拓展人脈 找到下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 換個名片 但是說回來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投資 那這樣如果羅傑斯說 好時光要結束的話 那是不是第一個投資的方向 就不要失股票 我不曉得 是不是 然後另外到底 這個就整個佈局的一個方向 你在統整 因為大家對明年會特別關注 因為現在已經12月2024 我們稍微從這個歷史的眾生來看 2022年是股債齊跌雙殺 2022股債齊跌 那今年2023年是股票先漲了 那債券市場的多頭行情 有點遲到了 整個上半年大家等不到 不過年尾看起來 因為升息結束之後 債券市場開始加足馬力了 那或許2024年是股債齊陽 其中債券的表現報酬率 或許還可以 比股票市場更值得期待 真的 因為股票有積極相對變高的問題 那我們就舉 像美銀開出2024年最值得投資的 五大量資產裡面 其實他就點名了 大型科技公司所發的債券 比如說像蘋果 大家知道 蘋果是美國科技龍頭 其實過去這一個月 它大概股價是漲一成左右 可是蘋果的債券 債券 漲幅卻超過15% 這個很嚇人 漲幅比股票還要強大 我想其實所謂的Big 7 這些科技龍頭股 他們畢竟今年的漲幅 少則四五成多則 是漲到一兩倍 所以明年你要再大漲 續航力 空間可能相對會限縮了 可是因為債券市場 它很直接就會受惠於降息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角度 如果我們放再來看 國內的股票 很多人會存金融股 可是其實我要提出 存金融股不如來存金融債 借錢給銀行 對 為什麼我們直接來看 這張表就很清楚 統計2006年到2023年 大家會發現 如果我們把這個 總計的報酬率 來算一算的話 其實金融股累計報酬是53% 可是金融債的總報酬率 卻高達146% 將近是金融股的三倍 為什麼 因為金融股波動比較大 換句話說 金融股多頭的時候 其實它是當然漲營金融債券的 可是它很容易漲上去 又跌下來 因為金融股的營運跟股價 深受利率 匯率等等的影響 畢竟這些總體面的指標 它一定會有循環 所以整體來講 投資CP值很簡單 就是所謂的報酬風險比 報酬風險比 這個很重要 報酬率除以我的波動度 波動度就代表風險 這個報酬風險比 越高就代表 其實投資就是越可口 越吸引人 這邊來看的話 反而金融債是明顯優勢於金融股 12跟2 這5 6倍 對 所以國內相關的一些金融債 ETF 有月配的也有季配的 大家其實可以參考看看 好 我覺得說 剛才薇良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接下來股市還是會漲 可是債券的一個報酬率 可能更為驚人 或許走出債券投資的陰蠻 就是現在 不過我們繼續來看 因為最近中國的狀況 還是相當的嚴峻 尤其是消費力上不來 既然被列入信用黑名單 這個硬量 被列入黑名單是 如果我被列入黑名單 我是就不能借錢了嗎 還是不能消費還是怎麼樣 當然你就是 第一個你不能再跟銀行借錢 第二個你跟你的家人 都不能從事政府 公務部門的工作 還有就是說 我的家人也會被拖累 也被拖累 甚至你要使用 中國這種付費的公路有沒有 你都沒辦法上去 就是要跑路都沒辦法 對 高速公路要收費 那你高速公路也不能用 那我坐高鐵 對 所以高鐵也不行 也是公共運輸 我開車也不行 坐車也不行 所以被列入黑名單 這其實是很嚴重的事情 就代表說他的生活處境 會更加的一個艱困 我想重點來 重點大概是說 這個人數有854萬 算多嗎 算很多 因為他的一個主要年齡 是借待18到59歲 就是中國的主力勞動人口 主力的消費也好 賺錢也好 就是靠這一群 就靠這一群 這個比之後已經佔了 整個主力勞動力 大概1%左右 所以這個比例來講 算是蠻高的 為什麼今年中國 會在6月會 青年10月會蓋牌 因為當時已經標21%多了 再公布就難看了 所以北京當局 就乾脆怎麼樣 就蓋牌 所以就會造成說 目前很多人 可以知道中國失業率 是真的很 處境一個很艱難 很嚴峻 那會影響到什麼 第一個就消費 第二個房貸可能也付不出來 說真的年輕人 還是比較會消費 到了一個年紀 會覺得說都這樣了 年輕人比較會想那麼多 所以比較敢花 但是現在年輕人 連花都花不出來 因為沒有錢了 這個數據 在2020年初的時候 大概只有570萬人 2020年初 570萬 大概經過三年 就是他們一直封控 你封控的情況之下 你有辦法工作嗎 沒有辦法工作 有收入嗎 沒有收入 所以過了這個三年過後 你會發現 這數字又再飆高了 那就代表說 沒有辦法消費人更多了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 第一個消費出不來 第二個房子有可能被法拍 所以今年前9個月 大概有58.4萬間的房屋 要被做一個法拍 這個數據 是去年同期增加了 大概32% 大概1 3分之1左右 你說這個增加之後 房子很便宜 法拍應該買得很多 對不對 但是抱歉 成交量還下滑 4.8% 就代表什麼意思 很多也是沒有錢 去買這個法拍 對 所以目前中國的一個處境 是非常艱困 包括政府 企業都有問題 像企業的部分 我們從這個德勒來看的話 德勒是什麼 德勤 德勤 德勤是中國四大的 這個會計事務所 會計事務所 會計事務所 他竟然會傳出就是說 中國需要每個部門裡面 非審計部門的員工 你到明年3月之前 每個月給我放假5天 這是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德勤四大事務所 基本上在德勤 基本上就穩了 穩 結果你現在講的是說 他們有部門的員工 要求要放無薪假 所以表示他的客戶 對 掛了 所以你講到重點 就客戶 中國一些相關客戶 要嘛就怎麼樣 經營不下去 要嘛就宣佈倒閉 所以他業務範圍縮小了 對於他的公司來講 就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縮影響怎麼辦 我就只能夠縮一結實 那我先從員工下走 先放一些無薪假 我先放放看 效果如果還是不理想的話 這個方案 無薪假的政策 會延到明年的5月 所以你從這裡 可以看得出來說 中國有些企業 真的目前處境 真的不是很好 然後我們從地方政府來看的話 地方呢 地方政府 烏盟山區 山區大概就是在 雲南跟貴州的山區 這個地方 比較偏遠 比較偏遠 這個偏遠地方 員工 臨時工比較便宜 一個月你看 平均薪水在1300塊人民幣 大概6000塊不到 對不對 那我就雇用了這些便宜的零食工 那這些零食工很便宜 但是現在也傳出來 可能這個沒辦法付薪水 對 他的這個薪水是全職員工 大概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已經夠低了 但是又付不出來 還付不出來 那代表什麼地方債的問題 財政困難 因為地方債的業務 地方債的債務 現在飆升到176兆新台幣 所以這個數字也降不下來 所以地方政府也出現問題 當你這種社會氛圍是這樣子 連政府單位沒錢 企業沒錢 那員工的部分 老百姓的部分也沒錢 就會開始怎麼樣 能省折省 所以能省折省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 深圳的愛迪達品牌旗艦中心 之前宣佈要關門了 為什麼 因為你品牌旗艦店 你出的東西 你單記最新的 價格一定比較貴 而且沒折扣 沒折扣 旁邊就是說 我過季點沒關係 但我折扣很多 所以消費者就變成說 我不要當季的 我寧願要折扣多的 代表什麼意思 他們心態在改變 就是我現在日子過不下去 我就能省折省 所以這個也面臨到了倒閉 然後甚至在吃的部分 中國有一家臨時的連鎖巨頭 叫做良品鋪子 這個在中國是滿流行 但是最近也宣佈降價 平均降幅多少 22% 他們董事長講說 現在不是說面對到 困難活下去的問題 困難活下去 我還可以活 只是困難了一點 現在是面對到 活不活下去的問題 我公司可能會倒閉 所以現在怎麼辦 我只能夠降價來吸引消費者 因為現在很多中國 不是流行直播帶貨 同樣一個 比如說瓜子好了 一包20塊 對不對 你賣20塊 你有牌子的 我沒有牌子的 20塊我買一送一上車 對不對 消費者當然會選擇什麼 便宜的 量又大的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有一些品牌的這些企業 他就會面臨到一些 經營上的問題 你看到第三季的盡力 減得多少 97.88% 所以代表這些公司 現在生存非常的困難 只能夠用降價的方式 繼續維持生計 所以這樣的情況就代表說 中國他可能是經濟的問題 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因為中美之間的 打壓問題 造成他一些困難 電動車之前 整個電動車的銷售數字不錯 產量也不錯 而且中國的電動車 還賣到海外去 這個部分最近會有一些變數嗎 還是說可以由電動車 電池這個領域 來帶動消費力道的增長 的確 中國電動車的一個 競爭力是非常強的 大家可以知道 全球在整個電池的部分來講的話 中國寧德時代加BRD 他的時代率大概超過五成以上 就最近快六成的 所以他們競爭力很好 但現在美國擴大限制 接下來美國 他之前不是有推出一個補助法案嗎 你只要符合我資格條件的 我一台給你補助7500美元 這很多 大概是二十幾萬 二十幾萬台幣 一台本來破百萬的車 這個會非常有競爭力 你廠商只要符合資格的 你可以賣低一點沒關係 因為政府會給你補助 但是現在2024年開始 就是說受關注 外國實體的一個生產的 組裝的電池 我都要做一個管制 你只要有觸及到這個來講的話 我就不給你補貼了 簡單來講 如果寧德時代 是在這個實體清單裡面 你就不能 你要用他的電池 你就不能來領補助 對 你就不能來領補助 對 所以明年會開始 先從電池零件開始 可是你剛才又講到 50 60%都是寧德時代跟比亞迪 對 所以現在就是 他的一個用意是什麼 就希望 官員就希望說 你這些相關的企業 你給我認真投資 他的目的就是說 你減少跟寧德時代比亞迪做採購 你直接來美國做生產 或是美國盟友做生產 所以他們要認真的 投資重要的產業 我想主要目的是這個 這個部分來講 明年會先針對電池的零件 做一個限制 包括電池裡面零件 包括電池芯 包括控制板的部分 這個都會被限制 然後再到2025年 針對原料的部分 就是說你在中國開採的梨 或者是開採的孽都不行 或是俄羅斯開採的 北韓開採都不行 所以有可能變成我的工廠在美國 組裝廠在美國 可是我裡面的材料 是中國材料 也不行 這樣也不行 對 所以他就會講到就是說 這個定義範圍 就包括什麼 你的總部設在中國公司 或者是 你的分工是設在美國的 只要裡面 還有中國國營事業 控股超過25%以上 通通都不行 我想這個 對很多的電池製造業來講 就會有一些限制在 不過其中有些漏洞在 漏洞在哪裡 漏洞在說 這樣我們在節目上講出來好嗎 沒關係 就媒體都在講 一些媒體都在講 他說可以允許什麼 其他與中國有關的這個安排 就是什麼技術的部分 技術的部分 技術部分是可以的 因為電池 技術來講 它沒有限制 因為坦白來講 技術很多都掌握在哪裡 中國這些廠商裡面 林德時代VRT 他們比較先進 所以如果把技術也圍堵了 可能真的對美國本 自己要發展電動車也有限制 所以技術沒有圍堵 技術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會讓美國 有一些議員不滿 他不滿 他覺得你這樣不行 要進就一直進 但美國為什麼沒辦法進 就是我技術還沒到那個 一個水準 所以就只能夠 放個漏洞讓你過 那從這個漏洞 我們可以 各股部分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被進的話 對台灣有一些像 做電池模組的新譜 最近今天股價就漲上來了 另外低檔的像這個長元科 它也是電池模組的 所以這兩檔股票 今天都有做反應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 題材在發酵的話 這兩檔後續 我覺得是可以持續做追蹤的 好 音量既然公開了這個漏洞 從漏洞 我們要去追蹤 這個投資的方向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 美國的態度 確實對中國的態度很硬 尤其是這個週末 商務部長雷蒙多的講話 我很少看到 他用這麼強硬的態度 而且他罵的是誰 他罵的是我的皮衣大師黃仁勳 天啊 你不可以這樣 你再這樣我就如何如何 天啊 師姐我們在講 他這一次點名揮答 似乎是 我覺得用吃了襯頭鐵的心 好像說你再給我價虧試試看 為什麼他要用這麼強硬的談話 來跟揮答說 雷蒙多在這個國防論壇上面 他就再次呼籲 要防止中國取得有關 這個國家安全的半導體 還有關鍵的技術 那其實他十月份的時候 他才發布了新一輪的禁令 就是這個先進晶片 那他直接就點名了這個揮答 他說因為揮答 他研發出了一款 略低於這個商務部 規定出口限制的產品 以便消亡 聽起來蠻聰明的 對 就是大家其實也會 想辦法找路走 但是他就說 如果再次為了繞開禁令 重新設計晶片時 規格略低於標準 那他要在隔天就出手管控 那他其實有在這個論壇上面說 我知道在場的這個半導體老闆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開心 但是國家安全 會比短期的收入更重要 這就是人生 每次美國人都講 This is life 對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意志非常的堅決 那其實因為美方的這個 有新的禁令出來 他們也規劃明年一月 要來到台灣 在這個竹科跟南科舉辦說明會 要說明什麼 要像這個半導體製造商 IC設計廠商 材料跟設備商 他們要說明說 這個禁令更新更新的細節 然後避免台灣的廠商 未來誤踩到這個貿易的紅線 那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看到這個美中貿易戰 讓這個世界分成兩邊 好像有親中派跟親美派 很明顯 對 其實我們在資本市場 也可以看得出來 有這樣的現象 比如說像今年 我們看到今年以來 這個最強勢的市場 第一名當然就是費半 第二名就是納斯達克 漲了40%多 跟30幾% 那其實當然跟這個費的 已經兩度這個停止升息 然後恢復科技股的信心有關係 相較於中國復甦比較疲軟 那美國經濟的韌性還是很強 所以當然跟這個美國合作的市場 就比較會受到這個熱錢的青睞 對 那羅傑斯就辛苦了 但就目前來看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最近美銀做了一個 全球經營的調查 因為實際上最近大家是真的很熱衷 在做多美國的科技股 幾乎對於這個做空中國股市 也很積極 但就未來來講 因為目前我們常說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結果只有百分之六的經營人 覺得日股過多 就不擠 其實這句話白話聞講 就不擠 那是不是 你看連巴菲特都去日本 對不對 最近好像又要加大更多的動作 那所以日本這個部分 未來是不是值得我們關注 對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全球的漲幅排行 其實在費半跟納斯達克之後 第三名就是日本 對 這個日本 然後美銀十一月 對這個全球經營人調查 那當然大家還是看好 這個美國科技大型股 比如說這個NVIDIA Apple 微軟等等 然後對中國股市當然是看空 那不過大部分的人 還是覺得日股是看好的 尤其這個全球經營人 加碼這個日股的比例 來到五年以來的新高 達二十三趴 其實是遠遠超過美股跟歐股的 所以顯然他們還是很看好這個日股 那尤其呢 這個推動日股上漲的那個男人 就是巴菲特 那個男人 對 那個男人 不過像海瑟威呢 他們其實也敲定了 要發這個高達一千兩百二十億的日元債 那市場就預期他要做什麼呢 他除了可能爭持這個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之外 還可能要投資日本的這個銀行股跟汽車股 所以就是 波克夏在發行日元再來募資 然後再去投資 再去投資 真是聰明 對 因為我們知道像這個豐田汽車 他的獲利也正在上修 對啊 那我們看到現在大家去日本都很開心對不對 因為日元天天都便宜 對 對 只有更便宜 所以說這個日元的貶值呢 也大幅推升這個日本出國 出口企業的獲利 那當然對於這個日股來說 也會是一個上漲的動力 那其實呢 我們今年以來的漲幅 除了那個鋼體到了美股 日股 那再來就是我們臺股 臺股也對 到了年底 大家都要對於這個明年 有一些漲望跟預測 那像這個八大資產管理機構 他們普遍最看好的三個標的 就是美股 日股 還有我們臺股跟科技股 對 所以說他們就覺得說明年 有機會再向上衝一波 那我們知道其實今年臺股的這個 都是圍繞在這個IC的這個 AI的議題 AI的議題上面 那但是相較於說 今年這個AI的伺服器 漲得比較多 大家都認為說明年也有可能 會移轉到比較低檔的PC 對 那像這個AIPC 也會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 在這個漲望裡面 也算是一個關鍵字 好 太好了 那當然我們接著來聊一下臺股 來看一看 因為在講臺股 最近也很奇怪 八大行庫在賣 可是好像另外一個氛圍 就是內外戰隊 外資最近又稍微熄火 然後內資的部分 投信是不是有加碼 但是外資如果回來了 投信熄火也沒關係 所以到底 我們到底要看什麼 永明哥 一下子土洋隊做是外資賣 現在又外資賣 可是其實今年到明年年初 大家應該還是對臺股很樂觀 第一個 12月本來就是應該 把它分成上下兩旬 上旬的一個部分的話 當然外資可能 還會有一些買超 但是下旬的話 比較接近外資 開始要放寒假 這個放假了 放假了 也算放寒假了 對 也算他們的一個寒假 就Christmas之後的話 他們的一個很多的動作 就會慢慢比較消停 那我們今天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去看 今天的指數 其實是有再過高 但是過高之後 它上下震盪大概 差不多100多點 如果說你是用過高的角度來講 你覺得今天行情還不錯 因為畢竟有點亮 但是如果你用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 是大漲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用那個角度來看 今天其實就不是那麼的好 沒有跟上 對 還有另外一點的話 就是最近的台幣 基本上也沒有再狂升 所以就變成說 外資的一個動向 很可能在未來的補貨的力道 可能會慢慢的稍微弱 但是還不至於大賣出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就變成是說 如果外資開始已經有點驅淡 那是不是我們開始要看內資 內資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投信 第二個的話 當然就是比較政策的指標 就是八大行庫 八大行庫 可是最近八大行庫都賣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一個 結算出來的一個數字 不含今天 一直到上個禮拜五 外資是買超了372 很豐盛 買很多 還不錯 但是投信是賣42 42基本上還好 但是八大行庫 其實賣的116 就有點多了 找到了 對 那八大行庫這邊 到底有沒有參考指標 就是說當指數越跌的時候 八大行庫就是越買 因為它有維穩的作用 所以它是要 它有任務 對 它有任務 它是護盤的一個功能 所以指數越跌越買 然後慢慢的買出 那個所謂的底部 然後在反彈的過程中 它會開始賣 所以各位不要說 你八大行庫出貨了 因為其實它底下 一直在往下買 邏輯不一樣 它上去就會慢慢的往上賣 但是指數來到創新高的時候 它是越高會越賣 它會越高越賣 然後一直賣出一個頭部 然後掉下來的時候 它就開始一直買一直買 掉下來才有錢 對 才有錢 所以它一直都是維持 這個所謂幫大盤 來去做一個踩煞車 或者是來幫這個 天踩火的一個動作 但是它的進出 就比如說 它在裡面的一個進出 卻是可以變成正向的一個觀察 來當成是一個選股的一個標的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八大行庫買超前十裡面 這個比較反常的 有七檔ETF 所以它在賣超的過程中 我們去看它買什麼 對 以前都是買股票 對不對 但是現在是買ETF 偷懶 它現在也買ETF 陳彥講得好 偷懶 我真的是覺得 其實大家都開始變偷懶 然後賣超的前十檔裡面 有一檔是指數型的ETF 跟三檔金融股 我們先來看它為什麼這麼做 首先我畫箭頭的一個部分 是在十檔裡面有七檔ETF 這七檔ETF裡面扣掉了這一檔 這一檔跟這一檔 因為跟台灣一點關係沒有 對 它是屬於中國的對不對 然後不然就是美債 美債 它真正開始在買的 比如說群毅的這個 台灣競選高企 就00919 919 然後再來的話 另外這個 國泰永續高伍 878 878 然後再來中性成長 00934 這三個東西是它買 跟台股比較相關 但是它平衡 它卻這邊開始買的時候 它開始賣0050 它開始賣0050 而且還賣金融類股 很多人看到了這一張 比如說前十跟賣的前十之後 你們沒有辦法去做歸納跟統計 我們現在的話 其實就是要來去做分析 又買高股息 也是看好 你又賣0050 我們先來講一下 買高股息會不會對指數 產生立即的衝擊 會不會 不會 因為高股息裡面跟全值有關 但是不是那麼相關 OK 對不對 因為它裡面很多都是高黑息的 比如說高價類股 或者是你看到的 比如說一兩百塊以上的股票 可是他們的股本基本上是小的 股本小 整體市值比較小 但是它賣0050 這個就會影響 因為那個都是台灣前50大的 賣金融股是不是就會影響 所以我們合理的解釋 它買00919 00878跟00934 它在撐盤 它在撐人氣 撐人氣 但是它賣0050跟賣金融股 它在踩煞車 踩煞車 它是幫大盤希望不要漲這麼快 因為如果你一下子比如說 如果就來到了所謂17500 17600的話 那還要選嗎 不用選 因為到明年投票之前的話 可能指數就要崩了 對 所以回頭我們再來看一下 因為最近投資的一個標的 剛剛陳彥講大 下一張的一個部分 都懶了 因為大家開始都用被動型的 懶惰 對 這就是一個趨勢 可是說真的 如果ETF做得好幹嘛 他要自己在那邊盲盲盲盲 我們之前有講過一集 就是說你現在再怎麼選的話 你今年的報酬有比008780056跟00934多嗎 說實在的 真的00929 如果你都沒有的話 你就乾脆乖乖的 每一個月就定時定合 打不贏他就掐入他 對 然後你就直接去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月 包含像00713 00896 我就不一一念 基本上都是月配息 所以現在就是除息大器 在12月要展開 然後這裡是今天0056 這個地方有新增的一些四檔股票 跟剔除的 新增的五檔 跟剔除的四檔股票 神機 中保科 華興 企機 對 但你有沒有發現 神機 中保科 企機 都開高走低 都開高走低 那因為什麼 其實這個消息應該很早你就知道 很早就知道 很早就知道 只要名單很早就拿到 對 很早名單就知道 所以他就一路的開始 把中保科買上去 然後等到消息一出來了之後 開始反而就是 反而就掉下來 而且你股價拉到這麼高 你值益就偏低 這也不符合高股息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對不對 或者是高值益的概念 但是0056跟00878 我認為回檔都還可以買 但是這裡面優先應該要買誰 我會比較推薦0056 為什麼 因為0056的篩選重點 是針對未來12個月的股息 但是00878是針對過去 所以我們其實是比較展望 未來的機會比較高 而且它的母體的base比較大 150檔 00878 88檔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說未來0056 如果在這一波創新高 有壓回的時候 其實可以留意 好 當然因為台股來到一個 相對高檔的位置 我們也在想 有沒有機會找到一些 鹹魚翻身 鹹魚不只可以配飯 還能翻身 我們等一下回來討論 看看有哪些鹹魚 值得我們去探討 好 之前在節目中 微良幫我們介紹了這個 鹹魚翻身的產業 非常受到大家的這個歡迎 那當然鹹魚不只配飯 鹹魚翻身這個意思 應該就是說股價長期的低名 對不對 大家比較沒有關注 還有嗎 好 一條鹹魚不夠值 現在大家在找2024的 新潛力股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概可以分成 白馬股就是 大概各家法人機構 一定點名看好 比如說半導體AI 另外一種就黑馬股 黑馬股就基期要低 然後可能現在的股價的位階也很低 營運一起來就會推升股價 可能就有不只是趴數 對 是倍數的空間 我想最近其實幾家頭顧 國內的大型法人機構 也都開始紛紛點名 自動化工具機產業 工具機 工具機真的很黑手 因為差不多也壞了 一年多快要兩年的時間 那我們先來看下面的圖表 這個是過去他們景氣不好的週期 比如說就年增率如果往下的話 可能會修正十一個季度 七個季度 十一個季度 這一次景氣修正又已經達到十個季度了 所以差不多也來到一個循環的滿足點 但是我們如果看中長期的展望看 你會發現說即便是世界上 有很多的利空 黑天鵝 其實不影響整個全球的工業 自動化的成長規模 所以回到我把它統整 這個產業它有週期性的利多 就跟著景氣循環的 包括現在最重要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是全球自動化工具機最強大的國家 他們的海外訂單的年減幅度 已經連續四個月趨緩 另外中國跟美國的製造業PMI的新訂單 也已經開始轉為年增 還有因為明年企業的獲利可以回升 所以也會帶動廠商 願意擴大資本支出 至於說影響更長遠的 就是結構性的利多 當然就是像智慧製造物聯網 這些剛性的需求 還有就是中國加一的策略 在分散供應鏈的時候 你也必須去對應買一些新的工具機 還有就是少子化跟人口老化 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好 那這當中 有沒有特別來個值得介紹的 好 我們來聊一下 我覺得4533協議機這家公司 協議機 很特別的是我們先來看 創辦人郭勝雄 其實現在的董事長是郭雅惠 是他的女兒 其實因為工具機 就所謂的黑手產業 大部分大家的印象就是 比較陽剛 我剛才就一直在講 這個工具機就黑手 你剛才講這個其實說 長期產業是成長 但是短線還是會受到循環的影響 再加上這個歐嬤這樣 怎麼會派一個女孩子 而且可以看說 他的外貌也很清秀 這麼漂亮的女董事長 現在所謂的黑手產業 其實這樣他大學的時候學會計 所以他有很強的財務背景 然後畢業之後到美國深造 去讀了工商管理措施 結果在2008年 金融海嘯那一年 這個協議機遇到史上第一次的虧損 所以接到爸爸一通電話 把他召回 希望由他來接任 那一年他40歲就 接掌了董作的職位 當然因為他有很強的財塊背景 所以就先從財報上面去找問題 過去過多的一些支出費用 就先刪減 是 然後當然也必須要去尋求 一些新的發展方向 所以公司在2001年 在他接掌之後 其實很快就轉虧為營 這厲害 其實值得一提的是 因為當時為了要降低支出 所以有一些裁員不必要 這個算是沒有辦法避免之二 沒辦法避免 對 所以他在公司一賺錢之後 立刻打電話 把那些過去舊的員工 甚至被他稱為 像叔叔阿姨一樣 一些資訊員工 把他們找回來 這麼貼心 所以我覺得這就代表說 其實女性領導者有那個 比較獨特 柔性的管理風格 其實現在協議機 最主要被看好的前景是在於 它跨入到所謂的四幅衝床 過去傳統衝床比較耗電 現在新的四幅衝床 估計可以省下75%電力 這非常符合現在ESG 節省能源 節能減碳環保的議題 除此之外 因為要打入汽車業很重要的就是 現在汽車發展都是講求輕量化 所以用到很多複合材料 可是如果你用傳統衝床 很容易造成那些材料被破壞 所以四幅衝床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因此它的帶領之下 現在也打入到 德國汽車的原廠 這不容易 以前德國的車廠都只是跟 日本或德國自己本身的工具機 來採買 現在也來跟台廠下單了 所以其實今年公司的業績 已經顯著比去年全年的獲利 還要來得更高 好 所以工具機這個產業 有沒有機會出現鹹魚翻身 當然這整個細節的部分 再帶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也不光只會有一檔 對 當然講到工具機 股價最高的就是1590 亞德克 以前講工具機 喜歡講上銀亞德克 股價最高是亞德克 至於說的確很有代表性 或像是產業的領導股的話 大家會去觀察是上銀 法連也比較喜歡琢磨在上銀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如果以技術面的季線 當作多空分水嶺來看的話 目前上銀已經從底部翻揚 突破季線了 所以看起來明年的確 似乎是大有可為 很有機會 另外協議機 因為剛剛講 它今年其實非常賺錢 你看 真的 這個在今年的前三季 一片是1.57 就1.57了 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成長了兩倍以上 所以它前面股價 現在已經有一波財報行情飆升 不過漲多進入中斷整理之後 在季線下方開始打底 最近又慢慢的墊高 來到季線上方 突破了季線 所以或許有機會 捲土重來再攻第二波 好 這個工具產業也滿有趣 經過薇良剛才這樣的解釋 我覺得應該滿有機會 等一下我們回來討論 智慧醫療的部分 Intel要帶整個戰隊 攻AI醫療嗎 這中間有沒有什麼甜頭 我們等一下來看 好 我們直接來請教這個有名哥 這個Intel 這國際數一數二的大廠 連他都在佈局智慧醫療 所以這一塊領域是不是很有看頭 剛剛陳寅有講到 打不贏就加入 但是Intel是打不贏的話就轉型 他完全不加入台積電 打不贏 揮打 打不贏 插圍 打不贏台積電 那就乾脆自己去轉型 做一個所謂的智慧醫療 我們來說智慧醫療 基本上有點像電子 但是它更像生技 生技漲會有兩個環境 第一個環境的話 當然就是因為有展覽 比如說像昨天的AI智慧展 第二個的話 當你覺得大盤開始危險 所以你會漲生技 最近的口罩股 還有今天 當你指數創新高的時候 其實生技股相對來講 尤其是比AI股要來得更強 這裡面的話 大部分都是所謂電子五哥 第一個的話 Intel要做的 當然攜手團隊 第二個的話 鴻海的話 鴻海早就已經開始在做 智慧醫療的部分 第三的話鴻西 鴻西治醫師 他轉出去的一個子公司 做這個智骨塞 然後華碩也很早去做 智慧醫療4.0 當然要結合一些 什麼網通的一些設備 所以簡單的來講的話 我們跟各位來講一個氛圍 就是說前一陣子 在5月份的時候大漲AI股的時候 智慧醫療是沒動 後來到7 8月的時候 智慧醫療有動一波 然後最近即便你認為 所謂的疫情的一個關係 口罩股應該是漲虛的 但是它還是在漲 所以這個氛圍已經慢慢開始 可以讓一些生技類股 或者是跟AI智慧醫療有關的 開始在動 我們來看下一張的一個部分 最近除了電子五哥以外 我幫大家來篩選 大概有四個 我覺得應該在智慧醫療 有新藍海這樣的一個條件 4164的陳彥醫 他做什麼 達文西手術刀 就是癌症的開刀設備 其實他前三季賺1.33不差 股價的一個現行 最近有很多的法人 開始寫他的一個報告 經過了一個打底之後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量價的一個變化 第二個的話 一家虧錢的公司 叫4188的安克 雖然他前三季虧0.65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的股價居然是創短波新高 主要是因為他是第一個涉及到 跟軟體有關 AI軟體有關的 而且跟智慧醫療有關的 再來8409的傷肢器 我們之前也跟各位來講過 行動醫療 就是病例可以在各個醫院之間 可以抽換轉讓 然後直接從雲端裡面去抓取 甚至未來可以去判斷 你得了一個病 可以減少速視的諮詢時間 而這種公司 不要去看他的獲利 主要是看他一個標案一個標案 一接到了之後 很可能獲利就會暴衝 股價因為相對低 水也安全 最後一檔的話是4163的液態 他就是一家有獲利的公司 6.71 在所有的生技液財股裡面 他的本益比就算相對低 當然不能跟電子股比 但他相對低的情況之下 他做醫療的一個器材 今天的一個股價也開始有動 所以我們整體跟各位做一個結論 這個族群應該是先動有獲利的 然後再動一個沒有獲利的 然後中間有一些 再借在中間的一個股票 就會被上下推升的擠壓之下 就會開始連媚的啟動 這個族群大家可以留意 好 當然從這個醫療 我們當然要特別去關注 中國目前疫情的一個狀況 等一下回來討論這個方向 有沒有值得投資操作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中國的疫情 還在持續的延燒 因為又是健康馬上限 又是呼籲大家存糧 可是這個部分 對我們投資的一個操作上 有沒有什麼可以關注的焦點 的確中國現在疫情很嚴重 你看這個北京 一個禮拜7萬多人感染 上海一天40萬人 所以一開始 這個相關的概念股在漲的時候 大家會有點懷疑 就是說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但你今天再回頭一看 31家漲停板裡面 17家是跟這個疫情有關係 像這個口罩股的恆大 你會發現一開始漲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懷疑 口罩大家都有 沒有必要 可是你就發現它這個已經漲了 五根漲停板 漲到現在我都懷疑 是不是我 它股價漲到現在 我的口罩還是沒用完 對 但是我會懷疑說 我是不是要再去買口罩 你懂我意思嗎 會有這個錯覺 你知道嗎 然後它漲上來之後 它會帶動一些 相關的生育反應股上來 甚至連賞裝都帶起來 為什麼 因為賞裝它現在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說怕缺工 怕缺工的情況之下 現在又是運煤跟股物的旺季 對不對 所以就會造就說 今天很多賞裝概念股 也全部都漲起來 所以按照這個邏輯去推銷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現在的資金 的確有集中在疫情這個區塊 這個裡面我們要怎麼再去篩選 你看到口罩鼓漲上來 抗生素漲上來 長得很多天 你都不敢追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2417的圓鋼 為什麼 圓鋼 因為現在這一波 主要是針對兒童 中國大陸現在目前兒童 0到17歲的人口大概是2.98億 所以現在一定會開始 慢慢要停課 停課的情況下就會什麼 遠距教學 所以遠距教學這個區塊 圓鋼前面是漲AI 這一波都漲AI 漲AI 所以現在如果中國大陸出現 停課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是在家裡面上課的話 那遠距相關的圓鋼 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根據過去的經驗 它之前疫情的時候 它一下從8塊漲到87塊 漲得快10倍 那這一波如果再往後面推銷的話 漲到遠距相關的話 我覺得它應該會有機會 所以這兩個區塊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所以等於從房